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世纪70年代 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积极参与游行示威 反对朴正熙的独裁统治 后来通过司法考试担任大邱地方检察官 工作6个月后提出辞职 选择做一个人权律师 人权律师从政是韩国特色 卢武炫 文在寅都曾是著名的人权律师 也是医生的知交 朴元淳与他们也是同路人 就相识 朴元淳与文在寅大学期间就因为参与反对朴正熙统治的游行被捕 学籍也遭到开除 都是1980年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司法研修院 1982年一起从司法研修院毕业 不过在从政前 朴元淳在自己创办的民权组织里任职 这个组织叫参与连带 中文读起来很别扭啊 左翼民间组织 这个组织特点是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经常在国际上发出声音 比如要防止政府滥用公权力 他任秘书长7年 2014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组织多年 当年天安剑事件发生后 这个组织致函安理会主席和15个理事国 表示天安剑沉默有很多疑点 有必要进一步调查 2000年他创建了一个基金会 叫美丽基金会 这是一个信爱心的机构 直接帮助弱势群体 对员工强调奉献 只拿很低的工资 还向生活在美国的韩国人呼吁为祖国捐款 到了2010年 他终于下定决心从政 参与了次年的市场竞选 并且连任三届 如果不出事 一直会干到2022年 朴元淳任首尔市长期间对中国比较友好 看重双方的互惠双赢 2015年的时候 到首尔的游客里 从中国来的占比超过40% 当时韩国正受到MERS疫情冲击 中国游客少了一半 他说韩国比较安全 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呼吁中国游客去 到了今年 又遇到了疫情 他对于疫情的认识比较清醒 行动很果断 首尔夜店发生集体感染事件后 立即下令封锁所有的娱乐场所 他还亲自去光华门 劝导民众尽快离开 做好防疫措施 韩国有个著名的教会 叫新天地教会 疫情期间 会长李婉希不顾政府反对 将教徒聚集在一起 他说 新冠病毒是魔鬼所为 目的是阻止新天地教会发展 也是对教徒信仰的一次测试 只要真心信仰万能的主 他就会给我们治病 韩国基督教总会长全光勋 还喊出了全网热词 哈利路亚 斯密达 朴元纯对这些人毫不手软 要求检方起诉新天地教会会长 罪名是杀人罪 警方还逮捕了多名核心人员 中国爆发新冠肺炎后 韩国网络上出现了抽花言论 要求禁止中国人入境 朴元纯呼吁民众 不应该先入为主 将矛头对准中国人 当年韩国被MERS袭击时 中国并没有阻止韩国人入境 首尔市政府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 和公共电梯里 循环播放中国抗击疫情的宣传片 还给中国的12个城市 捐赠了353万人民币的物资 朴元纯专门录制视频说 现在是首尔报恩的时候了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首尔支持中国 目前他自杀原因的猜测之一 是性骚扰 就在他死前的一天 朴元纯的前任秘书 指控他性骚扰 将诉状和证据交给了警察 朴元纯当人权律师时 曾参与多起性侵案的辩护 1986年 一名女大学生参与民权运动 被警察拘押 遭到了警员性虐待 朴元纯是起诉警方的 律师团成员之一 1993年 首尔大学一名女助教被性侵 朴元纯为女助教 争取到500万韩元的赔偿 从政后 他还一直在维护女性权利 积极为韩国二战慰安妇 争取权益 另一种说法是 朴元纯因房地产政策 遭受了很大压力 文在寅任总统以来 努力抑制高房价 按照反对派的说法 几乎是一个月出台一个政策 首尔是韩国房价最高的地区 想要实现总统的愿望 显然困难 过去三年 朴元纯每年新建7万栋住宅 希望通过增加供给 抑制房价 但是没有起到作用 在首尔著名的富人区江南区 甚至出现了江南不外的说法 但因为房价政策自杀 好像也说不过去 首尔的房价本来就很高了 除非出现重大不可抗力 想降也降不下来 还有一个猜测是负债 今年三月的公开数据 朴元纯负债6.9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400万吧 这个数字听上去挺多 但按他的身份也没有到会崩溃的地步 很多官员自杀案件 还牵扯到党派间的利益斗争 韩国类似中央情报局的机构 叫国家情报院 2012年在韩国总统大选之前 情报院采购了一批监听软件 在野党称 李明博为了扶持朴槿惠上台 借用了这些间谍软件 窃听对手 操纵舆论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等于现任总统 利用国家机器操纵大选 2015年 一名国家情报院官员死在车内 车里的遗书写着 愿意用性命担保 情报院没有用黑客软件 监听国民 干预选举 一连串自杀官员名单中 最令世界震惊的是 前总统卢武炫跳崖自杀 卢武炫出身于草根阶层 父母是农民 世代居住在韩国东南部的 一个偏僻山村 卑微的出身 并没有让他自暴自弃 相反 更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愿望 他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从小学到初中 成绩一直非常好 本来以他的成绩 可以上一所好的高中 可是家里太穷 只好选择差一点的 釜山商业高中 这样可以获得奖学金 高中也成为他的最高学历 卢武炫是一个 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 当上总统后 他主张修改 驻韩美军协定 要求美军撤出首尔 收回战时的指挥权 打造自主国防 对于朝鲜 他提出和平繁荣政策 反对动用武力 谋求南北合作 在维安赋 警国神社等问题上 他要求日本正视历史 卢武炫对内的手段 更加强硬 要清算包括前总统 朴正熙在内的寒奸 计划重组国内大企业 提高小股东权力 遏制裁发势力 削弱他们的话语权 一套组合拳下来 鲁武炫把该得罪的人 都得罪了一遍 鲁武炫退休后 新任总统李明博 立即展开了清算 李明博在从政前 是现代集团总裁 代表的是韩国大财阀的利益 他必须拿鲁武炫开刀 威慑政界中 对他们不利的人 李明博调查发现 鲁武炫还是很干净的 他的老婆和亲信 就有问题 鲁武炫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 终身为民请命 想不到退休后会爆发这么大的丑闻 韩国主流媒体 掀起排山倒海的舆论攻势 没日没夜地播送鲁武炫的丑闻 最终导致鲁武炫不堪重负 跳崖自尽 李明博从公开表示 卢总统的意外离去 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这样的话 文在寅是不会信的 他上台后 立马将李明博送进监狱 并把审判的日子 定在鲁武炫的忌日 5月23日 韩国表面上是政府管理国家 背后真正的管理者 却是财阀 李胜利案 张子延案都在告诉我们 历任政府对财阀都无可奈何 有人说 为什么不像普京那样 处理寡头问题呢 很重要的一点 普京有军队支持 而韩国军队的指挥权 在美国手里 舆论的控制权 在财阀手里 总统除了飘忽不定的民调 什么也没有 文在寅是鲁武炫终生的伙伴 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 也继承了鲁武炫的政治思想 他继续对抗韩国财阀 手段更加灵活 可是现在韩国的情况 不是国家里生长出了财阀 而是财阀里生长出了一个国家 文在寅们与财阀的斗争 还有与财阀支持的政党的斗争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给我一键三连 或者仅仅是点一个赞 鼓励我们能够更好的做下去 这期希望大家能帮我点到40万个赞 今后我会把一些我的短评 小剧场读书心得 放到我的个人号甘地董家宁上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 我的个人号会更加的轻松 更活跃 这样在风格上有所区分 观察周网的号呢 我们会更关注一些国际关系 历史知识方向的内容 今天给大家抽奖的是这本书 《掠夺尼罗河 埃及的盗墓贼和考古学家》 是格志出版社与我们观察周网合作的 送给我们观察员的 这本书作者是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 书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比如第一个金字塔入口是如何被发现的 早期的考古学家十分的野蛮 比盗墓贼做的还过分 那些考古学家 探险者 盗墓贼 是如何发现古埃及 以及如何掠夺古埃及文物的 从这些故事里 我们也依稀能看到我们中国的文物 在当年的命运 这条视频上线的48小时之内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购买观察员的朋友 都有机会参加抽奖 观察周网的会员频道 观察员刚刚上线一周年 我们在内容上也有所调整 今后我们将主要以课程的形式呈现 多门课程会陆续的上线 网页端访问member.观察.cn 手机上各个应用市场搜索观察者三个字 下载注册后即可以购买 使用我的专属邀请码666 可以利减10元 这样每天相当于不到6毛钱 也暗合了我的邀请码666 7月份购买 礼宾很多 一是东方学刊最新一期 也是第8期 二是陈平老师的代谢增长论 三是温铁军老师的书去一副 四是米尔斯海默的书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五是官网的T恤加笔记本加眼罩 另外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个人账号 甘地董嘉宁 抽奖结果就会公布在那里 然后由我们观察者网寄出 好了请大家帮忙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